曼工部长陈振生表示 中心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必须为两个城市之间合作埋下种子 进而影响中国西部省份 与东南亚地区的合作 陈振生还强调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而下一步就是要出成果 中心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启动第四个年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包括四个中国省级政府在内的 多个新伙伴加入 共同发展重点的陆海新通道项目 范工部长陈振生说 是时候探讨更深层次的合作了 在参加中心重庆项目联合 实施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之后 陈振生结束了对重庆的两天访问 他早先还与重庆市领导人 一同见证了新中企业之间 九项合作协议的签署 双方领导也见证了 张一机场管理投资公司 和重庆机场集团 首个共同出资企业的成立仪式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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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